两房的被美国政府接管 其实对市场上是有一个定心丸 可以消除了市场上的位置因素 间接是有一个正面对市场的一个正面影响 就是信贷的会有所放松 那其实来看两房的股价在一年内已经跌得惨不忍睹 其实虽然是一个成功 就是避免两房破产的一个境地 但是整个房地产贷款信贷市场的危机并未消除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美国的中小银行或者是地区银行 现在人面临的一个是倒闭的危机 对整个金融环境来说还是一个很恶劣的一个影响 那A股市场最近的表现 也可以全因为一种是0607年一种 疯狂上涨的一种现在进行一个反省的一个作用 A股市场上数字大型的蓝筹股的比如说中石油和中铝这些股票的股价的暴跌 严重地拖累了港股 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对港股的影响就是在新型市场中 现在发现很多的大型的基金在不停地估售一些权重股 那大资金的走向我觉得是社会左右后市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香港的一些蓝筹股已经遭到的抛售是非常的剧烈的 后市来看还是应该是比较留意一些蓝筹股的表现 我们下期再见